大家好,我是杜啟宏 我想事不宜遲,第一題是問潘教授 問題是COVID-19和SARS有什麼分別呢? 為何SARS的死亡率較高? SARS是2003年的SARS 好,潘教授 其實COVID-19新冠肺炎和SARS的病毒 都是冠狀病毒的,但是他們兩個的 無論是病情或死亡率都很不一樣 譬如說SARS的時候,2003年 全球有8000個個案 大約一成18個個案是死亡的 所以說的是死亡率高,但是個案比較少 相反,2020年COVID-19 我們發覺全球有1.9億個案 死亡率大約有1-2%左右 所以死亡率相對來說低,但是太多人 有發病的時候,所以影響到全球 有一個疫情的情況出現 所以是一個一發不刻控制的情況 是一個不太理想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所以我們需要有些疫苗,可以去誘惑控制這個病情 相反,SARS的時候,2003年 其實這個病毒已經在人裏找不到 好,謝謝Leo 好,下一題應該是問我 在疫苗接種之前,需不需要做全身檢查 這個問題其實一般如果大家沒有什麼特別的健康問題 就不需要刻意去做全身檢查 但當然,如果你身體本身是長期病患 那就應該需要諮詢醫生 我知道很多人都藉著這個機會去做全身檢查 其實這個也是好的,因為我們的經驗 我也有很多同事的經驗 就是原來很多人因為接種疫苗去做全身檢查 真的發覺了一個問題 就是身體 但是不代表那些問題 令到那位人士不可以接種疫苗 只不過令到他知道他身體有問題 例如發覺了一個血帶有點高 或者膽固唇高這些問題 所以我不反對大家 因為接種疫苗去做全身檢查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很擔心 要說一定要做全身檢查才去打疫苗 好,那我們到下一題 問問潘教授,Rio 問題是哪一種疫苗比較可靠呢? 現在香港Sanovax和Biontech的疫苗 其實是在世衛認可的 我可以這樣說 兩種疫苗都是一個安全 而且可靠的疫苗 是兩種都可以使用的 而保護率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也有個別不同的情況 比如說Biontech在大部分的國家裡 大概有九成以上避免感染到的病情 而這個Sanovax在不同國家 有五成或者甚至八成的情況 都能夠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 這個是避免感染到的 但是在說避免這個嚴重的病情的時候 兩者的疫苗其實都可以做得很高的 有九成 接近九成的 所以我覺得兩者在世衛的情況下 正正表格到安全可靠 而且香港其實也有不同的專家 在代表政府審視這些個案 看到的系列 也得到同一個結論 就是這兩種疫苗可以使用 而且是安全的 謝謝Leo 到下一題就是問我 如果有計劃懷孕的婦女 是否適合接種 以及應該打哪種疫苗 暫時來說 香港暫時建議 如果懷孕的話 就打Biontech 就是mRNA的疫苗 因為這個是有臨床數據顯示 是安全的 那你說是否Sinovac就不安全 那就不是 不一定是 只不過是暫時Sinovac的疫苗 沒有一個臨床的數據公佈出來 我相信遲些應該會有類似的數據公佈 到時可能懷孕的婦都可以選擇 但是暫時就是要打mRNA的疫苗 下一題就是Biontech 新冠疫苗只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推出 連追蹤接種者 往後生活的後遺症數據也沒有 那麼這個疫苗是否安全呢 市民值得押上生命的安全接種呢 那麼這個問題呢 我想分兩個部分來回答 第一部分呢 是否安全 是否值得押上生命的安全去接種呢 這個呢 其實新冠肺炎是全球大流行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受到生命的威脅 我們剛才說的1%的個案是死亡的 所以現在這個危機呢 是即時的 我們需要找一個辦法去即時解決這個危機 所以我們建議接種這個疫苗 而且這個疫苗呢 其實是過去看到的 是安全的 那麼你說我們追蹤的時間 可能少於一年 那是否我們很不安全呢 就是我們真的不知道將來會怎樣發展呢 那麼我要說回第二件事了 就是這個mRNA疫苗呢 其實過去呢 在新冠肺炎之前呢 已經有不同的疫苗呢 是用mRNA去做了 譬如說說 這個風九症 拿著這個伊波拉病毒 說其他一些的 譬如說漏感 其實過去呢 都是有臨床的測試的 最早期的時候呢 說的是2013年的情況 已經呢 是有mRNA的疫苗呢 去注射在人身上呢 以至呢 去看看他們有沒有效用 那麼證實到的事情呢 就是他們安全 而且有效 而且說的是 2013年到現在了 我們都沒有一些報告呢 說 打了這些mRNA的疫苗呢 他們會有不良的反應 在長期呢 會看到一些 我們不想看到的東西 那麼情況就 證明到呢 其實mRNA這個平台呢 疫苗的平台呢 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呢 可以使用的 那麼而且過去也都有一些 不同的個案 去證明到它安全 那麼 流感的疫苗呢 其實都用了十幾年 那麼 我們久不久都會轉一轉的疫苗呢 那麼 那是不是每一次轉疫苗呢 我們都要等很久呢 那麼 那麼其實問題就是 我們這個疫苗轉了的時候呢 我們基於以前做的事情呢 是覺得對它們有信心 以致呢 可以現在這一刻呢 當它轉了一些形式的時候呢 是可以使用的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的情況呢 去做這些這樣的測試 而且呢 去做這個疫苗的注射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第一 作為公共衛生的科學家呢 我們都不會 或者醫生呢 都不會呢 是 用市民的性命呢 去做一些賭注 我們真是知道 是有安全的數據 而且它有良好的效果呢 才會讓市民去使用 好 謝謝Leo 那麼到下一題 正在胃部無語的媽媽 可不可以打復必泰疫苗呢 接種後能否繼續胃部無語 如果需要停止胃部 應傷它多久 那麼現在 有臨床的數據顯示呢 就是 打了mRNA疫苗的媽媽呢 她的母語裡面 是找不到任何這些疫苗的mRNA 那所以呢 這個 我想可以給大家一個好的信心 其實你不用擔心 這個mRNA的疫苗會去到嬰兒裡 這個是不應該會發生的 所以暫時 我們的建議都是不需要 因為胃部無語所以不打針 所以大家不需要有這個擔心 香港近來很少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必要接種疫苗呢 好 Leo 其實我們是有必要去立即注射這個疫苗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一個新的 譬如說第五波爆發 也不知道第五波是什麼病毒 好 情況就好像第三波的時候 我們那個第三波 我們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是很少個個案 那突然間 一跳舞群組出現的時候 是說每天有幾百個個案 八百幾個個案的時候 我們是不能夠 那時候那一刻 去接種大量接種所有的市民 去減低散播的情況 那你想一下 其實過去現在都有不同的情況 就是說突然間有兩個個案 在市社區裡面出現 整棟大廈的人要去做測試 可能去過某個食肆的時候要做測試 其實如果傷心比己的時候 你在那裡環境當中的時候 你突然間知道 原來有一些人你接觸的人 是有感染了的 你會不會有機會感染到呢 甚至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個案的時候 你會不會將這個病毒傳染給其他的 譬如說你的家人 譬如說你的小朋友 譬如說你的同學 這些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接種了的話 我們能夠大大減低 這個散播 感染了大大減低感染 或者散播的機會 所以呢 我們真的為了未來要做好準備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不同的地區 譬如說說日本 這個台灣 南韓 他們都會看到一段時間 個案開始減低 突然間有大量個個案出現 以至他們可能做一些封城 或者更加嚴峻的危機處理 所以我們香港這一刻的話 是沒錯 風險相對來說比其他國家低 但是我們這個病毒 傳染率非常之高 可以在一些沒有接種的病人裡面 可以很大 散播開去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為了未來 我們要做出準備 現在這一刻的話 我們有疫苗 我們有時間 可以大量的接種這些人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盡快去做到一個群體免疫 減低這個病毒 一旦不幸 來到社區當中的時候 我們可以減低它散播機會 大家都記得這幾天 其實都在說一些在機場裡面的個案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典型的國際的城市 有不同的人是來到香港的 我們過去幾個月 其實我們每隔幾天都有這樣的個案 甚至每天都有一些海外來到香港的個案 如果我們有時候走漏眼的時候 一些個案在社區當中出現的時候 他們是很大可能能夠引致到第五波、第六波 甚至將來會更加不同的情況出現 所以真的我強烈建議同事或者同學 能夠盡快去接種這個人 如果對海鮮、蚊咬、陳滿、藥物有過敏的人 應不應該接種科興或Beyond Tech 哪一樣較為適合 其實兩隻都是可以接種的 當然過敏就很根據過敏的情況 如果不清楚就問一問你們的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會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就是判斷 你的過敏是否一些即時的過敏 那些是有即時生命危險的 通常是什麼呢 例如吃完海鮮之後 會突然臉上紅色 嘴唇又腫了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Anaflexis 這些情況 我們就要比較小心 另外一類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給他很多東西都敏感 因為有些人可能對很多藥一起敏感 那些我們也會小心些 可能會轉介給免疫科的同事去做一個評估 但是如果一般大眾市民說 我其實被蚊咬的位置腫起了 比正常多一點 那這些我們就不覺得是 這個不是一個原因不能打針的 還有很多時候大家記住 很多時候很多市民就 將自己很多的吃完藥或者吃完海鮮 有任何問題就當作敏感 但是其實很多這些 例如吃完藥出現的問題 不一定是敏感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不清楚自己的過敏 其實不清楚自己的過敏 其實不清楚自己的過敏 是不是這些叫Anaflexis的情況 那最好就找回你的家庭醫生 詢問一下 還有做一個評估 那你的家庭醫生就會 做了一個評估之後 看看是否需要真的 再轉介去一個免疫科的醫生 再進一步的評估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絕大部分 我聽到或者其他我的朋友 家人問我關於敏感的情況 其實絕大部分都不是說 不可以打針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當然如果你對任何這些 尤其是很多藥物有敏感 尤其是一吃完 立即面腫的情況 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找你的家庭醫生再評估 好,Beyondtech疫苗 是否對年輕人、小朋友 或者女士造成不良的影響 有沒有相關臨床的研究證明 我們現在看到Beyondtech 是12歲以上能夠接受這個疫苗的 我們香港其實這些政策 從來都是根據數據而行事的 所以是有相關的臨床證明 是證明到它對小朋友是有效而且安全的 對小朋友之後未有嬰兒會不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其實香港亦都是 婦科亦都是推薦 贊成失懷了印的女士 是打這個疫苗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其實因為我們知道 新冠病毒對孕婦的嬰兒 是會有一個不良的影響 所以盡量希望他們避免 懷孕期間感染到新冠病毒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覺得如果他有嬰兒的時候 可以去接種疫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當然如果大家未懷孕的時候 你想有嬰兒的 我們都建議最好就是打齊了針 然後去懷孕 才打算去懷孕 這樣會比較 因為你身體上已經有一些高病抗體的情況 能夠一旦不幸孕婦感染了的時候 他都不會有一個很嚴重的病症 甚至是避免感染 所以我們建議都是小朋友 12歲以上或者有 將會懷孕或者打算懷孕的 都是接種了這些疫苗去保護自己 甚至他的嬰兒是一個正常的選擇 如果有鼻敏感、烤喘或者濕疹的患者 在接種之後 會不會令病情更加嚴重呢 其實如果在這一刻病情穩定的話 接種是沒有證據顯示 會令病情更嚴重的 所以如果一般病人的情況穩定 一定是不需要擔心 因為接種了會變差 當然了 如果你的烤喘是控制得很差的 或者你的濕疹是控制得很差的 你又需要很多藥物治療 藥都還沒有調好的時候 在這些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建議 患者暫時不要接種 等病情穩定了之後才接種 但是一般來說 當病情穩定了之後 接種是完全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有什麼人是不適合接種BELONTAC的疫苗呢 杜醫生也說過了 我或者再重複一說一兩句 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有長期病患 而且控制得不好的情況 譬如說勸壓 對控制得不好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他們控制好 才接受這個疫苗 我想說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可以接受這個疫苗 有哪些人真的不是那麼小心一點 是對藥物敏感 或者是打過疫苗 他們發覺原來出了很多問題 有敏感的情況 這些可能就需要他們去跟醫生去跟進 特別是家庭醫生跟進 看看他們是否可以去接種這個疫苗 但是其實全世界有大約25%的人口 都打過一針的疫苗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副作用的話 其實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去打了 其實香港是接種得比較低的 其他歐美的國家其實是有五成 或者更加高的以上是接種了這個疫苗 其實我們香港是落後了 而且在其他國家看到的國安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能夠去接種這個疫苗 沒有一個特別的副作用 所以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下 我想大家都可以有信心去使用 如果有長期病患 例如糖尿病、甲狀線功能低下症 或者有同事都問過 如果一年前做過肺部手術的人士 接種疫苗是安全的 那應該是接種科興還是病患 第一其實我想說 有長期病患的人 是最值得打這個疫苗的 原因是如果有長期病患 接種到COVID的話 死亡率或者染病 要需要有ICU 即是深切治療部的比率 都是高於正常人很多 所以正正這幾種病 或者其他長期病患的人 是最值得去接種疫苗的 那好像剛才所說 如果你的病情是穩定 就不需要擔心 如果病情是很不穩定的 那就需要諮詢醫生的意見 通常那些情況就會令到 醫生會建議病情穩定 才再接種疫苗 例如說這個很特別的問題 如果一年前肺部進行手術的人 會不會因為這樣呼吸又差一點 但其實大部分做了肺部手術的人 雖然呼吸會比之前 不是太厲害 但一般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接種疫苗是安全的 接著就是接種科興 還是Beyond Tech 其實兩者比較都是安全的 當然現在很多數據都顯示 Beyond Tech可能會多些副作用 例如多些人發燒 會多些人肌肉痛 這些問題 但不代表說 就因為這樣令到 這些長期病患的人 要選擇其中一種疫苗 所以其實兩者都是可以選擇的 注射了疫苗之後 會不會仍然有機會受到感染呢 根據各個國家的臨床數據 都看到這些疫苗注射 保護率不是100% 所以是有機會感染到的 剛才說的是Beyond Tech 有效率是避免感染到的有效率 我說九成 科興是避免感染的有效率 是五成至八成 所以是有其他人 在感染了疫苗之後 是有機會被感染的 但我們要明白 打疫苗的目的是有什麼目的 其實有幾個不同的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 最嚴重的是避免死亡 打了疫苗 真的感染到病 不會死亡 或者避免一個嚴重的病徵 最好的情況就是避免感染 所以就算疫苗 未必完全100%保護到所有人 去避免感染的時候 他們但是經過看臨床數據 就是說他們都有極好的表現 是避免他們去入一個嚴重的病徵 入醫院或者死亡的個案 其實是大大減低了 譬如說死亡率 其實是說避免的話 是說九成多以上的 入院的情況也是有九成多以上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情況之下 雖然可能有機會打完之後 未必完全100%避免感染 但是我們也很有信心 因為感染之後 他們如果質疹注射了 他們肯定大部分不會有嚴重的病徵 不會入醫院 甚至不會死亡 你想想如果全香港 大部分人都打了的話 他們入醫院的數目 死亡的數率都會大大減低了 會減輕了一些社會醫院的負擔 以至我們有更多資源 去照顧病人 令到他們有更快的康復機會 所以我們覺得打疫苗 儘管我們知道有一小處的病人 是未必能夠減低避免感染 但是他們是一個有一定很好的保護作用 以至他們不會有嚴重的病徵 我收到很多問題關於血壓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一向沒有血壓的問題 但最近血壓達到150、90 是否適合 另外就是我們在吃血壓藥 是否適合接種呢 暫時我們醫學界沒有一個很 哪一個血壓的水平可以打 哪一個血壓的水平不可以打 但一般人如果你的血壓低於150 其實接種這個疫苗是沒有問題的 通常這樣什麼呢 如果你的血壓達到200 這些就真的有點擔心了 因為這個 例如你去到200的時候 就算你什麼都不做 都有機會有很多副作用產生的 就是病發症產生的 所以去到200那些情況 一定要看醫生控制好血壓才打 但是如果你的血壓是 其實130加140那些 絕對不用擔心 當然了 我不知道這位同事或同學 他說他自己的150年齡是多少 以及最近有沒有什麼特別發生過 有沒有被醫生檢查過 但當然150、90是比較高的 我也建議你看了醫生 看看有沒有什麼原因 血壓升到這麼高 是真的高 還是可能是你家的機器不准 還是什麼情況 如果真的高的話 可能真的需要食物控制 或者需要一些血壓的幫助 但是如果是這個血壓 其實打針後的風氣很低 我們到下一條問題 聽說mRNA技術會改變一個人的DNA 以達至新冠疫苗病毒的免疫 這個是不是屬實呢 最簡單的答案就是 這個是傳錯的 沒有一個事實的證據 我再講解一下 mRNA和DNA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一個是去養核酸酸 一個是核酸酸 兩者是不能夠互換的 現在第一件事就是 疫苗本身的mRNA 也不是一般細胞製造的mRNA 它們的mRNA是一些改良的mRNA 所以跟人反生出來的mRNA不一樣 它的本質有些不一樣 所以不會直接 跟人的DNA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第二件事 亦是這些mRNA 例如你聽過有些人說 真的會這樣發生 其實是說另一類mRNA 或者另一類的mRNA 或者另一類的mRNA 那些mRNA 是有一些排序 令到本身的細胞的鎂 去用到這些排序 以至改變了DNA的本質 這個情況 在現有我們用的新冠的mRNA的疫苗 是完全沒有關係 也不會有這樣的基因排序 所以是不會改變到人的DNA的排序 也不會影響到人本身的細胞 遺傳物質的改變 有些人又說會不會令到它會生癌 會不會令到它變成一些特變 令到變成K型的細胞 這些都是一些傳說 也不是熟實的 我們剛才說過 這些mRNA的疫苗 其實是2013年已經開始在臨床上 去使用 去針對其他的傳染病 也看不到它跟這些 譬如說改變了DNA 人的DNA本質是有關係的 所以總括來說 對人是安全而有效 如果有哮喘病歷的人 注射了第一劑後 皮膚出現紅疹或癢養 是否適合接種第二劑呢 簡單的答案就是 你最好找回家庭醫生看看 因為出現紅疹和癢養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例如你打針後 一小時內已經出現紅疹的情況 這些我們會比較擔心 會不會對疫苗本身 或者是疫苗的成份有些敏感呢 這是我們擔心的 但是如果你只不過是打完之後 有少許癢 或者是一天一兩天 可能整個禮拜之後有少許癢 有少許癢 這些就不是一個原因 我們不可以接種第二劑 所以你的情況 我很難說在這裏 是一概而言 所以最好是找回家庭醫生 但是就像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第一劑之後 真的出了風難這些 那又要很小心 接種了第一劑疫苗之後 最理想就是相距21日 還是三四個月之後才可以接種第二劑呢 因為在英國兩劑接種的時間 相距是幾個月 為什麼英國會接種的時間相距幾個月這麼多 就是因為那一刻是實際上的需要 因為疫苗的數量相對來說比較短缺 所以那一刻是希望能夠盡快 給市民去接種第一劑 令到他們產生一些免疫反應 令到他們感染的情況之下 不會出現一些嚴重的個案或者死亡的情況 當然打了兩劑 保護率相對來說提高了很多 但是打了第一劑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所以為什麼英國那一刻 那時候那一刻想盡快 給多些人有機會接種 以至一定的免疫反應 令到不會對醫療系統有更大的負荷呢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說 我們不如留下第二劑那些 突然給一些未接種的人去使用 令到短時間之內 多些人去接種了 令到整體上 社會裡面會減少一些嚴重的個案 以至可以在 他們可以更加多的資源 去照顧其他嚴重的病人 所以基於這樣的原因 那一刻他們是趕幾個月的時間 才接種第二劑 而香港其實我們基於疫苗的供應 疫情比較充足 所以現在這一刻 都在說21天 那是不是一定要21天 20天可以嗎 或者22天可以嗎 或者四個星期可以嗎 其實也是可以的 當然我們現在希望 三個星期比較容易去處理 就可以一起一次過 將一段時間一批人一批人去接種 令到整體上有條理 可以將這個措施去做出來 而三個星期其實是一個大約以前 過去做一些疫苗接種 比較常見的規格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一刻 都在說三個星期 會不會說四個星期可以嗎 四個星期其實也可以的 基於實際的情況 我們怎樣可以盡快去接種 才可能 兩個星期就可能會比較短些了 因為我們身體需要一些免疫的反應 因為細胞需要刺激了之後 他們需要去再做一些記憶的細胞的建立 那所以呢 三個星期其實是過去知道 是比較最理想的 當第一次接種之後 他們的免疫反應開始提升了 去到剛剛開始第三個星期的時候 再接種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有效的 那所以為什麼能夠 照建議三個星期去接種 是這個原因 接種了新冠疫苗之後 有沒有後遺症呢 長期的副作用是什麼 副作用可不可以根治 會不會對身體造成頂狗的損害 接種新冠疫苗會不會有引致不育呢 很多問題在這裡 那我逐一解答 我想說 其實所有藥物疫苗都是有副作用的 這是真的 但是只不過 副作用有多常見和有多嚴重 一般來說 大部分人接種了新冠疫苗 西肺炎疫苗之後 的副作用都是輕微 大部分都可能是手打完很痛 腫起了 或者是有發燒 肌肉痛 這些情況 通常是幾天就會消失的 有些病人 有些人接種了疫苗之後 大約一星期 可能每隻手 突然間會有帶紅色很大 這些都證實了 不是特別敏感的情況 是可以繼續打針 至於大家新聞聽到的副作用 例如 第一 第一 就是打完阿斯利康疫苗之後 會有一個血管生失的情況 這個我們都覺得 真的會發生 也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 那個疫苗導致 有些產生自身免疫的抗體 但是 而這個也是 歐洲或者美國 都說了 這個是要在阿斯利康疫苗 說明書要講得明白 有這個副作用 但是首先這個副作用 在我們現在香港有的兩個疫苗 科興和Beyondtech 都暫時沒有這個副作用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第二 就是這個副作用 其實就算阿斯利康疫苗打完之後 都是很罕見的 雖然是比一般市民 有這個副作用 有這個問題的情況高了一點 但是極度罕見 第二 可能大家聽到這個心機發言 因為最近可能大家聽到 在美國打完mRNA疫苗之後 尤其是年輕的男性 就是30歲以下 多了一些心機發炎的問題 這個也是有些數據證明 可能是真的高了一點的 心機發炎的發病率 尤其是30歲以下 但是也是 那個機率暫時很低 還有大部分這些 就算有心機發炎問題的病人 是很輕微的病症 是很快會沒事 亦都沒有長期的問題 第三 今天可能大家聽到 這個Johnson & Johnson 剛剛公佈了 會導致一個 英文叫做Grelin-Barré syndrome 症 這個可能會導致這個 雙腳無力的一個 這個暫時第一件事 這只是在說 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 在香港是沒有這個疫苗的 我們簡稱GBSD的病 其實是其中一個 我們很關注 打完疫苗 會產生這個病的 其中一個副作用 暫時在香港來說 這麼多人打了 我們都沒有發現 這個GBSD的病 在香港是 打完疫苗之後會增加了 所以大家 我想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這些後遺症 因為其實這些後遺症 就是這些副作用 其實嚴重的副作用的風險 就算有 都是很低很低 當然你說打完這些疫苗之後 有沒有後遺症 如果這麼不幸 有些很嚴重的副作用 和很罕見的副作用 確實是可以有後遺症 但是這個機會 就真的很低很低 最後 會不會有引致不育呢 這是完全沒有證據 會引致不育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接種新冠疫苗後 會否在COVID病毒測試中呈陽性 要看的情況 個別的個案呢 是曾經試過在測試中呈陽性的 或者我講解一下 因為病毒 或者是疫苗 其實有病毒的基因 當我打這個身體上面的時候 並不是說它穿過身體上面 所以令到你覺得呈陽性 情況就是 有些人可能按臉翻手 按剛剛的病毒 打完之後的疫苗在裡面 然後就不小心遮到自己 或者是環境污染了樣本 污染了環境 之後就不小心遮到 然後自己再 弄到自己的呼吸道裡面 曾經有一些很小的個案 曾經發覺是假的陽性 就是那個病人 剛剛打完疫苗 那天去做測試的時候 發覺原來是做這個 發出測試的時候是呈陽性 那再做一些研究 或者再做中文的時候 就看到原來那天打過 他碰過那些可能疫苗的 污染了的地方 以至到自己是呈陽性 但是這些人 在當他們進到醫院當中 再做測試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是陰性了 所以會是在 在污染的情況之下 是會有機會令到 有些假的陽性出現 但是就不是說病毒 或者是疫苗本身 那些基因就流到其他地方 以至到去出陽性反應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而且這個 就算真的假陽性的話 是很短時間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其實在講現在的個案 我知道的 所以在講一個或者兩個個案 就不是真的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聽說服用Panadol之後 可以減低副作用 這個是不是屬實呢 應該服用呢 那我就覺得 如果是打針之前 大家就不需要特別吃Panadol 或者其他抗炎的藥 但當然了 如果你打完針之後 真的很不舒服 例如你是發燒法度很高 39度 或者個人很累 肌肉又痛 這樣的情況 吃Panadol是沒有問題的 暫時也沒有證據說 你這樣做會影響了那個 疫苗的效果 所以大家如果打完疫苗之後 真的 打完一天之後 發燒法度38度 39度 有周身骨湯 又覺得很累 想吃Panadol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去吃 但當然 不要說吃過量 而且其實你吃完之後 個人覺得好一點 就不需要再吃了 聽說有研究 不認可科興疫苗的有效性 如果接種了科興疫苗的人士 有什麼可以做呢 能不能夠再打復必泰呢 又沒有時間限制呢 這幾個問題 我想第一件事 就是 世衛應可科興 這個疫苗是一個安全之一有效的 但是我剛才也說過 可能Beyondtech 或者科興疫苗 它們的保護率有不同的情況 Beyondtech有九成 Centrovax有五成至八成 但是其實我也要強調一件事 這些數字未必完全準確 我有時候覺得是蘋果和橙腿 哪些比較好吃呢 你想想 他們做這些臨床的測試的時候 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群組 當時那一刻的病毒 在那個國家流行的情況也不一樣 所以很難直接去比較他們 是不是真的好或者真的不好 我們只可以覺得他們真的有效 可以保護到他們 能夠避免一個嚴重的病徵 嚴重的死亡率 甚至可以 絕大部份的人 是可以避免感染到的 我們只可以這樣去說 但是當然 如果你真的要純粹數字來比的話 你說Beyondtech是高的話 那是不是說Centrovax 長年會怎樣做呢 我們需要再打呢 我們又要再說另一件事 就是其實 打了疫苗之後 保護到我們究竟是什麼 保護成功效 即是它的功效是怎樣的呢 現在這一刻我們大部份的 供應的情況就是 打了疫苗之後 所產生出來的抗體 或者中和抗體 有多高 是不是 中和或者黏了次蛋白的量 有多高 這些是我們國際認可的水準 但是呢 其實是否唯一的保護到我們的情況呢 其實就不是的 我們英文叫做immunicovinate 其實有很多種的 那譬如說說 一些 T琳巴細胞的免疫反應 我們打了疫苗之後都會有的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免疫反應 都能夠保護到我們呢 我們也很老實 我們也未必是能在這一刻最清楚 我們只可以說 現在這一刻 我們知道打了這些疫苗 是能夠避免一個高嚴重的病徵 避免死亡率已經是足夠的了 而且 所以 需要不需要 現在這一刻 我們看不到 無論是本地 或者是其實世衛 都看不到 現在這一刻 需要立刻去打第三劑 去補充我們的抗體 我們知道抗體 是講一講 半年 甚至九個月 都還是很好的 會不會之後會再降低到 另一個更加低的情況 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足夠的數據去支持 現在講一些藥廠或者科學家 說需要接種第三劑 他們都在講著著手去處理 而且還未真的 他建議做這個疫苗的接種 現在這一刻的話 今年我們打的疫苗 都在2月開始 未必有這樣的需要 立刻去想一下 究竟是否需要打第三針 去刺激我們的免疫作用 我們知道打第三針的話 會增加抗體 但是 是不是這一刻我們需要 我們這些疫苗 是否需要更加多人去使用 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問題 去解答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即時的需要 是這一刻就說要去打第三針 去保護到一些打了新冠疫苗的人 在接種第二針 之後 我的左臉 尤其是左眼跳動 比平日多 是否正常的副作用 有另一位同事就問 我在接種後出現 心口痛 是否代表我的心臟受損 第一個情況 我也聽過不少的 我身邊的朋友 都有這個情況出現過 但是其實 當然 如果是很輕微的 就不用太擔心 但是 如果你發覺 左臉 突然間發覺 真的 好像 歪了 這樣的情況 嘴又歪了 或者眼睛 動不了 這些情況 你盡快去看醫生 因為這些情況 可能真的有中風的情況 你的關關疫苗事 很難說的 但是 如果真的有這些情況 就不要想 去看醫生 但是如果你說 好像 左眼跳得多一點 這些 很輕微的 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真的聽過不少的朋友 有這個 好像很特別的副作用 這個 就不用太擔心 至於說接種後 有心口痛 這件事 一樣 如果你是有持續的心口痛 尤其是 如果是 痛 好像有石頭壓住 如果是 手臂也痛 背部也痛 這些可能真的是 心臟病發的情況 這些真的要立即去看醫生 因為 關不關疫苗事 也好 一般人 就算沒有打疫苗 也有機會有心臟病發 年輕也好 也有機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 如果是少少 好像 都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心口痛 也不用太擔心 除非是一個很持續的情況 另外 如果是 剛才說過 心肌發炎這個問題 心肌發炎 確實是 心包發炎 這個是有機會心口痛 所以 尤其是 年紀較輕 尤其是 30歲以下的男士 你發覺 打完針後 為何 心真的很痛 這些 都值得去找醫生 檢查一下 現在的建議 很多時候 是 剛剛打完針後 就不建議 做一些很激烈的運動 因為 我們知道 有少部份的人 可能會有輕微的心肌炎 但是 大家不用太擔心 大家不能做劇烈運動 但是 一般 普通 上班 絕對沒有問題 接種了一年之後 抗體會不會逐步下降 有沒有證據 有沒有數據 如果下降的話 是否需要接種第三針 甚至第四針的疫苗 有些比較低 他們都會隨著時間去降低 有些在說半年 有些在說九個月 在說感染病人 我們都知道 將會 抗體的數量在隨著時間降低 但是 現在這一刻 我們沒有一個國際的標準 去說 跌到哪一個情況 是我們需要再打這個補充劑 第二件事 我剛才都說過 是否抗體之外 沒有其他的免疫反應 會保護我們 所以這一刻 我們都是未知之數 會不會有其他的 打了疫苗之後 有其他的免疫反應 令他保護到我們 我們需要再搜集多些證據 去看看究竟 會不會有其他的免疫反應 是保護到我們的 以至我們不需要很短時間 再去打這個疫苗 如果最壞的情況 真的變成像流感的情況 流感 我們疫苗每年要打的時候 我們可能真的下次 要再做加補充劑的時候 我們會再有些 這些疫苗會特別針對 一些 那時候流行中的 新冠肺炎的病毒 流行的病毒株 去增加補充劑 以至能夠更有效 去那時候那一刻 存留著新冠病毒的情況 更加有效去控制他們 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在說 疫苗的注射 在年初 在香港2月開始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在說幾個月 現在說補充劑幾時打 第三、第四劑幾時打 我都是言之上早 我都覺得現在這一刻 我們大部份人打了疫苗之後 都有良好的反應 我們著眼點現在這一刻的話 是希望能夠接種到 有七成以上的人 是能夠接種這個新冠的疫苗 以至有一個群體的免疫 我們之後再去想一下 我們怎樣針對哪些人 需要打第三、第四劑 會不會有些人打了之後 免疫反應比較弱的 我們去找出來 再打補充劑 這些都是一些長遠的政策 現在這一刻的話 著眼點就不在這裏 接種了疫苗之後 會不會引致祖博 心口癌 或者心律不正的情況出現呢 那如果你一般 沒有什麼心臟問題 你沒有心律不正的問題 那打疫苗之後 疫苗不會特別令到你有這些問題 當然 如果你本身有心律不正的情況 會不會令到 如果心律不正的情況差 當然要看你控制的情況 如果你基本上都控制得很差 心律不正 還是跳得很快的 這些情況 我們都建議你不要暫時 不要接種疫苗 讓你心律不正的情況 控制得好些 但如果控制得好的話 大部份都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如果疫苗不能防止傳播 如何值得疫苗 建立所謂的免疫屏障 或者群體免疫呢 這些現在經常聽到70%的目標 建立免疫屏障 或者群體免疫 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什麼原理呢 這裡有兩個分別的問題 我們說這個 這個疫苗可不可以預防傳播 以及免疫的緊張是什麼 剛剛說的七成的免疫緊張 是一個我們 是說的 最低的理想目標 我們希望其實 可能要更多七成以上的人 去打這個疫苗 以至能夠在社區裡面 真的有一些人感染了之後 他們不會可以散破 在短時間之內散破下去 你也想一下 其實有些社區裡面 有些人真的 未必能夠去打這個疫苗的 可能剛才所說的一些 強距病患 他們控制得不好的 他們的小朋友 現在在這一刻是11歲的 或者是年紀更加低的 他們都不能夠接種這個疫苗 所以我們希望整體上面 多些人去接種的話 他們能夠截斷這些傳播鏈 才可以產生這個免疫屏障 而七成是一個我們 希望看到的最低的接種率 如果能夠更加高的話 我們的免疫屏障 是更加有效的 我想如果我們上YouTube的話 你去看看免疫屏障 在說不同的接種率 它散播速度 受感染的人數 其實我建議你們看 其實是很大分別的 有些是說短時間 如果沒有接種的話 突然間所有的人 全部都感染到 如果你能夠七成 或者更加高的話 其實講究個案 是大大減低了很多 這個免疫屏障 目的是減低個案的出現 減低散播出率 這個最主要的 為什麼要七成是一個指標 更加高的話就更加好 第二件事 疫苗不能夠防止傳播 其實如果疫苗 是保護到你的話 避免感染的話 第一 你就已經防止你去傳播 剛才我講說 有些疫苗打了之後 有些人未必能夠 避免感染的 但是他們可以去減低嚴重病症 為什麼呢 其實有些研究的數據 看到這些可能接種疫苗 感染到 而發病的 那些人的病毒的數量 是大大減低了的 大大減低了的時候 那就是怎麼樣 你會散播給其他人的機會 例如你打個黑痴 你可能如果沒有打疫苗的 你有100顆病毒 你打了疫苗之後 原來散播只有10顆的 這是一個比喻 那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已經可以減低 將有感染能力的病毒 傳給其他人 因為數量少了 所以是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所以我不贊成 這些疫苗是不能夠防止傳播 其實無論他打了之後 你避免感染 或者就算是打了之後 他不幸都會感染到的時候 都是一定保護到 社區裡面傳播的情況 接種疫苗的風險是否很高呢 因為新聞上經常聽到 健康的年輕人 包括有位醫生 接種疫苗之後 有面癱、昏迷的情況 對於一般的年輕人 你建議他們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的風險 可以說是很低的 不是沒有 不過是很低 為什麼新聞好像很常聽到呢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 資訊很好的城市 基本上所有打過疫苗 發生任何嚴重事的人 都會在新聞上聽到 但是大家忘記了 其實就算是健康的年輕人 很偶爾都會有些人進入醫院 我自己做醫生的時候 都見過很多年輕人 包括醫學生 試過有很嚴重的情況進入醫院 所以年輕人不代表會沒有病 所以打完針 有時候不代表一定是跟疫苗有關 而且暫時的數據 都沒有發覺打完針的年輕人 有這些問題的機率 都是比普通的年輕人多 所以大家不要說 因為聽到一兩個個這些情況 就很擔心 很擔心 我絕對是建議大家 年輕人是接種疫苗的 若是你們有什麼特別的身體問題 不可以接種 否則正常來說是應該接種 保護自己和保護家人 下一條問題 請問Sinovac 會不會對Delta變種病毒無效呢? 為什麼呢? 有什麼可以預防這隻變種病毒呢? 現在這個問題 其實是針對Delta的變種病毒 在一些實驗的數據裡面 是說中和抗體 發覺對Delta的變異病毒 效用相對降低了 不是說完全無效 現在在實驗的情況下 實際在臨床上 其實看到這些疫苗 儘管避免減低了 減低了感染的效率 可能有多些機會來感染 但是嚴重的個案 相對來說還是低的 所以我們都建議會打這些疫苗 去減低嚴重病徵 甚至是死亡率 我想現在將來 這些這樣的新冠病毒 是會繼續在人裡面傳流 不是說一個兩個半年 而是說可能屬於年紀 甚至變成一個流感的情況 可能會每一段時間有些變異 可能有Delta Alpha 即是有很多不同 都不得段會有新的變異 我們都可能可以在一些科技上 去將那個疫苗做第二代 第三代去針對一些新的變異 去做一些比較有效的疫苗 去做得相對的控制 我們沒有可能將未來的事情 去做一些估計 但是現在的危機已經在這一刻 而且知道這些疫苗 是能夠減低自己感染的情況 或者去減低嚴重的病徵 我們能夠解決到即時的問題 我們不可能等一個 所謂的完美的疫苗 去出現 因為到時候 可能無論經濟 社會 都已經不能夠支持到我們 去等一個無限期的情況 現在疫苗出現了嚴重事件之後 絕大部分都會被界定為沒有直接關係 那怎樣得知是有沒有間接關係 疫苗面世只有一年 會不會有這些副作用一年之後才顯現呢 或者我解釋一下 我們醫生或科學家 如何去斷定一個副作用 和疫苗有沒有關係 第一是有些很明顯的 例如是敏感的那些 例如打完針後 立即出現紅疹 呼吸不到氣 血帶下降 這些很明顯是有直接的關係 第二類就是一些比較 例如打完針後 打針的位置 憤痛、腫起 甚至是收上骨 這些也是直接關係 但這些不算是嚴重的事件 第三就是有些 真的嚴重的事件和疫苗有關 但我們之前沒有想過 例如血管生失這個問題 通常這些怎樣發現呢 就是當打了針後 我們會有一個機制去看著 副作用的有多多 當打完針後 副作用的比率 是大於沒有打針的人 我們就相信 這個副作用是有機會 跟打疫苗有關 這個正正是怎樣找得到 血管生失或者心肌發炎 可能跟一些疫苗有關 這個就是這樣找出來 當然 你說會不會有些副作用 是要打完很多年才知道的 當然我們的疫苗 只是出了一年左右 你說會不會有些十年之後才出現呢 這個我們現在不能夠 一定說不是 但我只能夠說 在這一刻科學上 我們覺得這些疫苗是沒有特別的原因 會令到你會有些 有一年或兩年之後才出現的副作用 但當然我們 因為始終這是新的疫苗 所以香港政府和世界各地 都是很密集地去看著這些疫苗 有沒有新的副作用 所以我經常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其實全世界哪一種疫苗 是最多人看著的副作用 就是這個冠狀疫苗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種 歷史來說 沒有一種其他疫苗 是有這麼多數據 關於副作用的 這個疫苗是全世界很關注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任何副作用 都一定會報告出來 包括今天 大家可能新聞聽到的 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 有這個GBS的情況出現 這個一定會公佈出來的 大家不會知道 但是我們這一刻 我們是否100%說沒有呢 一年之後 我們當然作為醫生或科學家 是不能夠說這句話 但我們是會密切看著 只不過是暫時我們 我自己和很多人都打了疫苗 我們以身作則都打了 我想大家不用太擔心這些很罕見 或者很長遠的副作用 下一條問題 COVID經過變種之後 會不會變成可以由空氣傳播呢 現在這個我想要更正 其實這個新冠病毒 是可以經飛沫傳播的 未變種之前都可以經飛沫傳播 這些飛沫其實是很小的飛沫 可能一個人打黑痴 你可能看到一些口水跌到地下 其實都是一些霧化了的水點 其實是在這個房間裡的 也可以去到可以很遠 說幾米的情況 所以人們不會以為 這是叫空氣傳播 其實這些是很微細的飛沫 去傳播給其他人 而新冠病毒 未變種之前 在實驗室已經證明到 它可以由飛沫傳播 謝謝 最後一條問題 港大的新冠肺炎噴鼻式疫苗的研發進度如何呢 混合mRNA疫苗 或者滅活疫苗的研究進度如何呢 噴鼻暫時正在進行 暫時我們都未知 因為是一個雙盲的研究 所以其實打針 噴鼻哪些是噴了疫苗 哪些是沒有噴呢 我們現在不知道 即使是我們研究的人也不知道 這個數據 我們遲些才可以告訴大家 暫時我們都在進行中 另外那個溝針 那樣東西其實也是在進行當中 很多這些 我們還在找多些病人 以及在做實驗室的測試 去看看不同的忍疫反應 這個也是在進行中 所以暫時沒有什麼可以特別和大家說 好 我們今天預備了的問題就這麼多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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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